HELLO 大家好,又到了咪咪cooking的時間了 最近有朋友發了一個食譜給我看 其實這個食譜是來自於網上的 他叫我試試跟觸這個食譜 到底能否同樣做到這麼爆漿的效果 所以我今天決定跟足食譜份量 做美式曲奇的麵包 沒錯,又曲奇又有麵包 首先將無鹽牛油打至軟身 之後加入砂糖,拌勻,打至淡黃色 然後加入低筋麵粉,拌勻 之後加入巧克力粒,拌勻 然後將麵團放入冰箱冷藏30分鐘 這樣曲奇餅的部分就完成了 好,來到做麵包的部分 首先將高筋麵粉,巧克力粉,酵母 加入溫水,將它拌勻,令它成為麵團 然後將麵團拌勻到比較光滑 再放在室溫進行60分鐘第一次發酵 在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將曲奇麵團平均分成6份 將它略為壓平,再放入雪櫃冷藏備用 之後我們就將已經發酵的麵團平均分成6份 再將每一份拌勻到光滑 再放在室溫30分鐘,進行第二次發酵 結束了 然後把麵團已經發酵的麵團 可以包入瓶子醬 提提大家不要貪心 因為放太多瓶子醬 其實很難包 最後把曲奇皮放到麵包上 再放入預熱180度的焗爐 焗25分鐘就完成了 就完成了我手上的美式曲奇麵包 其實外觀上也有幾分相似 而且看到這個麵包真的很邪惡 切開之後也有爆漿的效果 可能我放的樽紙醬不夠多 所以沒有爆得很厲害 我們不說那麼多了,馬上試試吃 我想說這個麵包真的極度邪惡 咬下去的時候,每一口都會吃到樽紙醬的味道 再加上表面已經有很多朱古力粒 其實先說一下口感,這個麵包算是剛剛出爐 所以還是暖暖的 所以吃下去的時候,麵包還是比較軟的 至於頂層美式曲奇的口感 其實就不像我們平時吃的美式曲奇那種 來得那麼軟的,而且那麼軟的 口感是比較酥脆的 整體來說我覺得這個麵包也蠻特別的 你可以吃到一個很鬆脆的曲奇餅 再加上一個很軟的麵包 再配上很多這個樽紙醬 就極度邪惡,大家真的可以嘗試一下 好了,這次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希望大家有時間的話,也可以嘗試一下這個麵包 我覺得是蠻特別的,蠻邪惡的,還蠻好吃的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記得在下面給我一個like 還有記得要share這條影片出去 還有記得要subscribe我的youtube頻道 follow我facebook和instagram 還有記得要按一下小鈴鐺 我下次出新影片,你就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了 好,我們下條影片再見,byebye